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买报纸的人越来越少,街头报纸档亦买少见少, 不过近年发现城市里有些奇特的报红, 一般报纸档都会将最暢销的报纸杂志摆在当眼处, 但有些摊档例外,档主永远将法轮功的《大纪元时报》摆在头位, 于是买报纸的,买烟的,路过的人都会被《大纪元》的头版那些 诋毁国家诅咒领导人的夸张标题吸引, 信也好,不信也好,那一眼就入了路,就是影响。 我一直在想,这些报纸有人买的吗? 起码我从来没有遇过一个是买《大纪元》的朋友, 但这个报纸一直占据在暴档当眼的位置。 即使其他报纸卖光,那个标题客人的《大纪元》仍然摆在头位,摆到收铺, 第二天又再占领当眼位置。 就是这样,一份永远卖不去的报纸就永远找错头位, 成为报摊上一张日日转款的政治海报。 想了很久,我终于明白了,那是广告,是宣传平台。 没有人买的报纸,才可以在报纸档由朝摆到晚, 每天将它摆在当眼的位置, 等到那些蟹人的标题影响着街上过路的人。 这就是最好的广告。 所以《大纪元》在报纸档自不在销售,自在宣传。 自在销售亦自在宣传的是书店里的书, 香港年轻人看书的风气不太盛行, 但就很喜欢抱台湾大型连锁书店成品。 因为成品是个文化城,不单有书, 还有艺术品、日用品、文具、玩具、食品、 甚至咖啡店,很文清、很有品味。 与其说成品是书店,不如说是价值观的展示场。 一本书,看不出故事,但一桌的书, 就会滲出一些看法、一种态度。 那天我去逛成品,展示桌上放着两本书, 《暴政》和《腐败》,都是大大的字写在封面上, 视觉上很震撼。 而旁边围绕着的书,仿佛都在和应着。 譬如有《易见的自由》,《让发声发生》, 《独裁者的厨师》,《尋找尊严》, 《西方文化的特立独行》,《懲罚贫穷》, 《父辈的罪恶》,《史达林》,《从革命者到独裁者》, 《共产元年》,1917, 还有希特拉的自传《我的奋斗》。 另一张展示桌,政治感觉没那么直接, 但一本叫《半岛之龙》的书, 就放在当眼处,书名没杀伤力, 但推介就好得人惊,甚至暗藏毒味。 上面写着, 《越南脱离中国,追求自由与认同的原动力》, 他当小中华,更不是发属印度之拿, 一部台湾人必须重新认识的越南史。 连《食谱》竟然夹杂着几本《若有所指》的书, 例如《移英自主香港味》,《下厨找回自由》等等。 在这种氛围下走一个圈, 你会不知不觉感染到一种特别的价值观。 与报纸档上的大纪元手法不同, 但效果仪曲同工。 日前,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先生在北京接受记者访问时, 说到国家观念。 他说,因为过去受英国殖民统治的影响, 香港人的国家观念普遍薄弱, 所以很容易受狡猾受影响。 黑暴之后的香港表面平静, 但其实有大量的境外势力触见了不同的网上平台, 透过不实的言论唱衰国家,影响香港的年轻人。 梁先生更点名说,单是英国就有68个这样的网上平台。 其实何止境外呢? 在香港,这种鬼鬼祟祟的政治隐藏很多很多。 文化界、艺术界、影视界、出版界、传媒界, 明的、暗的,从来都没有间断。 对付煤菌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将它暴露在阳光底下, 为免年轻人再度被荼毒。 大家要见一个,灭一个, 这才是正道。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你按like和share给身边的朋友。 想收到我们最新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按下个铃铛呀! 多谢大家!